北京連續第六日沒有新增本地和兒子病例 另外海關總署日前就發現 由厄瓜多爾進口的急凍南美白蝦 爆在外面和貨商裏有新冠肺炎病毒 多地就要求停售和風傳銷毀 並暫停攝市三間企業其他產品進口 上海多間超級市場星期六將來自三間厄瓜多爾企業 在3月12日之後生產和進口的急凍南美白蝦下架封船 市監局派人到超級市場排查 浙江亦有出售這款急凍南美白蝦 海關部門封存了7萬多公斤 有出售這款急凍南美白蝦的 還有網上救物平台京東銅合馬等等 京東說已經檢測出售的所有海鮮 全部都沒有發現新冠病毒 大連同廈門海軍近日在三批來自厄瓜多爾的 急凍南美白蝦、外包裝和貨商內部 驗出新冠肺炎病毒 蝦肉和包裝內側就沒有驗出病毒 內地專家判斷產品是受到公司環境污染 國務院批准暫停攝市三間厄瓜多爾企業 在華註冊資格 並暫停其他產品進口 另外內地星期六新增7宗境外輸入病例 分別輸入到天津、上海和浙江 而北京就連續第六天 沒有新增本土和疑似病例 爆發疫情的新發地批發市場完成消毒 除了牛羊肉大廳之外 其他區域已經解放